今天在节目内容搜寻庶民大头家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文化部我杂重金打造了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 不过找来的竟然是DJ 而且是露半球在任务 也被网友痛批这是毫无美感的表演 我们要请教正风老师了 我们的台湾精神没有其他的表现方式吗 当然大家都不反对政府花钱 到国外去宣传台湾文化 但台湾明明有很多的特色文化可以宣传 为什么在代表台湾文化的社会上 需要露半球热舞呢 个人认为说我们大部分都是给外国人看的 我们国人是看不到嘛 所以可以上下其手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来看像这种标案的话 就是说成本以效益 那当然成本以效益的时候 完全最低标的话也未必是最好的品质 但是有力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那你主管必须要做这样的责任 不过说真的 要真的是你要护航的时候 上下其手那些委员都可以处理的自己人 比如说比较高管的那些人 第一次有意见太多了 下次就不要找他来 然后故意找他有课的时候 不要就是拍那个标案 那我们问题就是说是没有人要做吗 赔钱的生意还是说他是不可或缺的 他的那个能力就是只有这家而已 那我们业界里面其实是有口碑的 大概一问就知道了 你今天想一想说你今天如果是皮肤科的 要他去开心脏科你敢吗 又不是19世纪的马杰医生 他是连牙齿也都白了 我们说日本时代他去科也去办 我就奇怪他怎么过生以后 他怎么有那个牙科的那些设备 以前18班5亿都要有 OK 那当然这里我回头再讲说 大概就有几种可能 最简单的不管蓝绿就是自己人 惨关血 但那个数额太大的话 人家会讲 第二个是说有关系的 上面有胶半的 那那个层级到哪边 我们还要再看 那通常就是说如果层级不是很高的做人情 那有些层级很高的当然就是要听命 那接下来有可能是回馈 就是金主 那你知道就是他选举有贡献吗 那我们上台以后就是这样回馈给你 那这样好那也是大家互相帮忙 对不对 好接着最第一个是偿富移民 也就是说我现在根本也不用入账 你就直接放在你那边 OK 然后呢我有需要打仗需要子弹的时候呢 你再来帮我处理 我看过是这样 double的两倍 triple的三倍 甚至我看过加一个零的 天哪 半年他的账是怎么跑 你知道我们做事情都有行情的嘛 所以你找他来的时候 那学术技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也知道 公丁会你坦白讲你也不一定要帮他护航 你公丁会的时候 你刚好那天有课 其实你是没课 或者是你出公差 或者是你生病就可以了 你只要违背良心 你也不要帮我讲话 OK 其实很多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 专业都知道的 那就是这样的拿了这样的钱 所以我只是讲说 其实你在讲说那个鸡蛋好了 鸡蛋真的是不可或缺吗 要那家 他是说葡萄牙文 你骗我 巴西人不会讲英文 我念硕士的时候 我室友他们家就是在做这些 谷物的这些东西 他是讲英文 他们家赚多少钱 OK 我们台独联盟在巴西有多少盟源 我甚至看到最近我知道有一个 我们台湾去跟中国买巴西买谷物的 他就赚了一亿 他就是光只是牵线而已 就是叫赚一亿 所以他们是赚这样子的东西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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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一直都arch novo到 我们会变成这样子 照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